崇祯在位十七年 在这十七年里啊 这崇祯皇帝一共处死了十七个总督 两个兵部尚书 换了五十个辅政大臣 十七个刑部尚书 在这十七年里啊 崇祯他们家的官啊 跟走马灯似的 您好 我是昆仑刘石 今天呀 咱们要说咱们这个系列最后一个人物 要是让我说呀 在1644年 真正的主角 既不是后来进了官 成为最后胜利者的多尔滚 也不是让大明朝亡了国的李自成 更不是那个冲官一怒 为了红颜的乌桑贵 那是谁呀 我觉得呀 就是眉山上挂着那个 大明司宗皇帝崇祯朱尤简 有很多人说呀 这大明朝亡了国 都愿这位末代皇帝 可是我呀 倒不这么看 不错啊 这崇祯皇帝身上啊 有很多毛病 他有什么毛病啊 咱们一会儿再说 咱们在这个小摊开始之前啊 得捧两句 先说说 这大明末代皇帝 司宗崇祯 他有什么优点 首先说呀 这崇祯皇帝洗读书 是个学父武车的主 史书记载呀 这信王在前邸之时 这每日便是守不试卷 再有一点呢 就是崇祯很节俭 史书上都是这么说 说这崇祯和皇后两个人呢 整日就是不一蔬食 这意思就是说呀 皇上跟皇后啊 穿的呢 就是棉麻不一 并不是绫罗绸缎 吃的呢 也很简单 就是食令蔬菜 也不是山珍海味 作为这一国之君呢 更为难能可贵的 就是不贪恋女色 田贵妃的爸爸 田红玉呀 曾经给皇上介绍过一个大美女 送进了宫里 谁呀 就是那个赫赫有名的陈媛媛 这陈媛媛呀 在宫里足足蹦蹦的住了两个月 又被送回了田府 这陈的美女在宫里这段日子 连皇上的面都没见着过 也就是说呀 这文明天下的大美女 皇上并没有兴趣 最后一点呢 就是这崇祯皇帝身上最大的亮点了 就是这个皇上啊 很勤奋 说有这么一天 这崇祯皇帝呀 到慈宁宫 去给这刘太妃请安 这刘太妃是谁呀 这刘太妃呀 是万历皇帝的妃子 论辈儿啊 她是崇祯皇帝的奶奶 是如今的紫禁城里呀 辈分最高的人 也是这后宫当中 腕儿最大的 那有人说不对 那味儿最大的 那肯定是周皇后啊 再不济 也应该是崇祯的嫂子 张皇后啊 哎 这刘太妃呀 手里有件宝贝 就是因为有了她 谁也惹不起她 什么宝贝这么厉害呀 高了 太后之喜 由此可见 想来呀 这大明朝的太后之喜的传承 应该是这样的 太后驾崩以后 这太后之喜 一定是平辈当中 位分最高的嫔妃职长 那一天呢 崇祯皇帝到这个慈宁宫 给太妃请安 和这个老太妃聊聊天啊 竟然坐在椅子上就睡着了 太妃一见呢 心疼的就掉下了眼泪 为崇祯感到心酸 这老太妃呀 连忙让宫女 拿来被子给崇祯盖上了 等到皇上醒了以后啊 谢过太妃 说自己这几天呀 一直在忙于朝政 基本上就没怎么合过眼 所以呀 才控制不住 一下子就睡过去了 太妃呀 叫崇祯多保重身体 不可过于劳累 说完这话呀 这女儿两个呀 都触动了情长 双双的落下了眼泪 可见崇祯皇帝呀 平时确实是 勤于朝政 有人说不对呀 最关键的你没说呀 这崇祯皇帝 刚一登基就诛杀了 坚定魏忠贤一党 这个优点还小啊 那不是最大的功绩吗 可是要我说呀 恰恰是这件事情 崇祯皇帝的操之过急了 不是我说 那会儿啊 魏忠贤就不该杀 我的意思是说呀 在杀魏忠贤之前 就先得整明白咯 安排好咯 谁能替代魏忠贤 干这些活 魏腻呀 是燕党的魁首 这燕党的对立面呢 就是东林党 燕党做大 迫害东林党人 这燕党一垮台呢 东林党就翻了身 可是东林党是什么人啊 是一群书生 是一群呢 会发牢骚 有气节的书生 可是这群书生啊 也只剩下有气节了 夸夸其谈 挑内阁 挑皇上的毛病 可是啊 没有什么真本事 说这做官啊 你得有这做官的本事吧 七品之限呢 你得能保一方平安 一省之巡服官居二品 您真正得做到巡察百官 安抚百姓 东林党的人呢 一天到晚就只知道志气了 这些做官的基本都不掌握 燕党的人啊 多爱敛财 为什么呀 他们得一级一级的孝敬啊 但是这燕党当中啊 不乏有很多能臣干臣 这些人凑到一起啊 基本上能够维持明末时候 大明朝的正常运转 这东林党一说呢 这群人呢 全是贪官 哎 你们倒是青官多 可是啊 你们对国事玩不转 崇祯皇帝在杀魏中闲的时候 还没有找到 能够接替燕党 能够正常 维系大明朝运转的 这么一群人 这也就是啊 有一群人有这样的说法 说呀 如果不杀魏逆 这大明朝啊 没准还能苟延残喘个几十年 你要让我说呢 我是个说书的 我对这个大明大清啊 都没什么感情 他们呀 在我嘴里都是历史 都是过去的事 即便这崇祯皇帝操之过急 我觉得这魏逆也该杀 坏人吧 当然是杀一个少一个了 至于这杀了魏逆 大明朝亡不亡国 在咱们嘴里啊 也无非就是一段历史故事 从这开始啊 咱们就得说说 这崇祯皇帝身上的毛病 您瞧现在的人们呀 他多会总结呀 他们说呀 崇祯皇帝身上这些毛病啊 叫性格缺陷 那咱们也就说 他是性格缺陷吧 他第一个缺陷是什么呢 就是这崇祯皇帝呀 他刻薄寡恩 这样啊 就伤了武将们的心 公元1638年 那一年呀 是崇祯十一年 孙传廷 与洪城仇合作 在同关 把李自成杀的一个丢盔弃甲呀 这闯贼只带了18个亲随 仓皇的逃进了深山 要说这可是天大的奇功 孙传廷啊 可谓是国之助使 哎 就因为啊 和这个会配马屁的兵部尚书 杨思昌 发生了一点点的矛盾 这崇祯皇帝竟然把孙传廷下狱了 这大牢一坐就是三年呀 搞得这孙传廷啊 在牢里得了重病 两只耳朵都聋了 崇祯十五年的时候 因为军务紧急 没有办法又重新启用了 已经双耳失聪了的孙传廷 都军七省军务 赏上方宝剑 转过年来的崇祯十六年 这孙传廷救援开封 兵败汝州 明军一战啊 就死了四万余人 李自成一路追击 攻破同关 这孙传廷啊 战死沙场 尸骨无存啊 崇祯皇帝竟然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 就武断的认为 这孙传廷是兵败炸死 畏罪潜逃 最后啊 没给追封任何封号 他是不知道 这孙传廷将军是怎么死的 可是前线的将士们知道啊 这一下子就伤了 将士们的心 这些人呢 是再也不为朝廷马首是瞻了 导致后来啊 这京城再有什么事 这朝廷下旨 让各处将官秦王啊 难了 眼看啊 这李自成就杀到京城了 崇祯皇帝下旨 让各地的部将进京秦王 哎 这乌桑贵啊 首先就说了 秦王啊 可以 但是啊 咱们这军饷不足 需要开拔费用几十万两 您呐先拨钱 然后我这大军是立刻开拔 要是将士们看不见钱呢 军心不稳 您说是不是皇上 好不容易啊 这崇祯皇帝凑够了开拔的费用 这乌三桂走到半路的时候 北京城就破了 这崇祯皇帝也在景山挂上了 这刘泽青啊 也接到秦王的圣旨了 他跟这皇上回话说 陛下 卑职我呀 巡视军队 不小心的从马上掉下来了 需要得养几天才能出征 您呐 再薛薇的等等 这将官左良玉呢 也接到圣旨了 他跟这皇上说呀 陛下 卑职不胜恐慌 连夜召集谋事 针对此次秦王大事 我们谋划了一个进军的方案 您瞧哎 我随着奏折呀 把这个方案寄给您了 您看看 如果您要说行 嘿 我们是即刻出发 您瞧了吗 在外带兵打仗的这些 所谓的大平朝的将军们啊 不是俄朝廷的钱 就是啊 看着皇帝死活 置之不管 这第二条性格缺陷啊 是这崇祯皇帝没有担当 并且一旦出了问题之后啊 就会找人背锅 所以这导致这帮明哲保身的文臣呢 不敢直言 在崇祯年啊 有这么个事 为了专心的对付 叛贼李自成和张献忠 这崇祯皇帝就密指 陈新甲与大清和谈 这大清提出的条件啊 就是不再称臣 与明朝平起平坐 听起来啊 是挺屈辱的 努尔哈赤 你一个藩帮叛将建立的小国 还想跟我大明朝平起平坐吗 可是平心兴气下来 仔细一想 清朝开出这条件 对大明而言来 简直就是不疼不痒 既不需要割让土地 也不需要赔偿银钱 不就是暂时的嘴上浮点碗吗 这什么也不损失啊 还落得个东部边境太平 其实崇祯皇帝对这个结果相当满意 陈新甲啊 在谈判桌上能争取到这样的条件 那也是个能臣 谁想到啊 事有不秘 这件事情啊 让东林党知道了 这群人呢 是口诛笔伐 说这个陈新甲啊 是个卖国贼 还是个大号的 正所谓是破骨万人锤啊 没过多少日子 全国倒甲的奏折呀 就像雪片一样 纷纷飞到了 崇祯皇帝的龙叔岸上 这朱俭一看啊 舆论来了 他可不想背这个锅 他绝不承认啊 自己是这件事情的始作俑者 他竟然一股脑的 把锅呀 全扣到了陈新甲的脑袋上 最后啊 还把这个能臣给处死了 等到事过去之后啊 大伙都冷静下来 也觉得这陈新甲呀 是真冤 所以说呀 至此啊 谁还敢给这崇祯皇帝献严建策呀 这也直接导致了 后来在朝会上 崇祯皇帝问这些大臣啊 是否迁都 这帮大臣没人言声的原因 因为这大伙知道啊 迁都这种事啊 现在说来啊 是避敌军之锋芒的权宜之计 可是如果天下太平了 这皇上就得说了 这么丢脸的主意是谁出的呀 当时是谁同意的呀 这皇上要是倒起旧账了呀 那必然是人头落地呀 所以大伙啊 没人理他 正应了那句话了 如果国破呀 这军先死 我们呀 给谁打工都一样 得这迁住的事啊 也只能就此作罢 崇祯皇帝这算是啊 自掘了坟墓 接下来这个性格缺陷呀 是这崇祯皇帝用人多疑 刚毕自用 崇祯在位十七年 在这十七年里啊 这崇祯皇帝一共处死了十七个总督 两个兵部尚书 换了五十个辅政大臣 十七个刑部尚书 在这十七年里啊 崇祯他们家的官啊 跟走马灯似的 如此平凡的杀人换人 您说这朝局他能稳得了吗 刚才咱们说的这些条啊 都是崇祯皇帝身上的毛病 其实这大明朝的王国呀 和每个封建王朝一样 是这王朝由盛至衰 历史进度的必然 各方面的原因都有 怎么可能就只是因为皇上 一个人施了德 就丢了天下呢 您想想啊 这崇祯皇帝呀 且比他那个墓镜哥哥天启 和那个混蛋不上朝的爷爷万历 强的多了不是 所以说呢 那句话有道理 这崇祯皇帝呀 非王国之君 而当王国之运 在咱们今天故事的结尾啊 我想有人就得问了 你怎么不说说 他杀了袁冲焕 自毁长城这件事情啊 关于这个呀 我得说明一下 这袁冲焕都师 是我心中的偶像 是天下读书人的典范 可是身上的毛病也不少 在我看来 崇祯皇帝杀袁冲焕 这袁冲焕该杀 袁冲焕的专辑啊 我肯定会做 所以说咱们在这儿呢 这件事情我不细聊 跟您呢 表述一下我的观点 也就行了 明天这段书啊 我觉得挺有意思 有人说呀 这崇祯皇帝 是个守财奴 抱着三千二百万两银子呀 不充当军费 最后才落得个国破身死 今儿啊 天儿不早了 您各位早歇着 明天呀 咱们就好好掰着掰着 这崇祯皇帝 手里到底有没有 这么些钱 拜拜